一花以世界,一叶以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2020年已经过去了一半 而70后的我们也已经走过了半生 下半年怎么活,下半辈子怎么活 几时在光阴匆匆掠过 斑驳的岁月里,眼角的余月纹越来越清晰 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都已经成为了回忆 美好和遗憾都成为了昨天 与我们挥手告别 时光仍然,仿佛轻松岁月,青春年少就在昨日 而岁月却从不迟到,终究是细细的 不紧不慢地到来了 一晃七零后已经老了 过去陈旧的岁月或许还在心中意义生辉 但也对时间无可奈何 毕竟,岁月从不得任 人到中年万世修 一个人四十多岁的时候才是最难熬的 小时候,作为七零后的家庭 大部分不富裕,都是乡下出身 现在很多七零后都已经成安家 但是经济上很宽松的人不太多 有的人还是负债累累的状态 为了买一套房子,真的贫尽全力了 四十而不惑,五十之天命 命运该何去何从,自己心中应该有数 不要天真的以为养儿养女可以防老 很多七零后的夫妻都是生了一个孩子 以后就指望独生子女可以养老 答案真的好学 到时候儿女可以自己混好日子 不要父母操心,就血天血地了 一部分七零后的人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小孩子估计都还小 就是近几年才生的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两个孩子的家庭 等孩子长大了,可以独立了 你就可以徐徐劳矣 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身上的钱都被榨干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 养老的问题和自己越来越近了 不提前考虑还真的不行 有人说,熬过了中年就是绝后余生 最苦最难的日子 要么压垮了自己 要么成就了自己 作为七零后的一代 从小时候开始就过苦日子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停下来 幸福在哪里 说多了都是累 渐渐变老的七零后 捞记一下这四个道理 避免晚景凄凉 看看镜子中冒出白发的自己 熟一熟脸上的皱纹 发现自己已经是半个老人了 一个人只有身体健康了 才会得到幸福 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工作 对一个人而言 健康是特别重要的 有人说等我退休了 有空了 就天天去跑步 成为健康的人 殊不知 等到六十岁再去跑步 是不是有些晚了呢 锻炼身体 要从现在开始 从中年就坚持下去 不要让病魔靠近自己 很多七零后 还天天加班加点吧 亚健康的工作状态 也是常有的事情吧 还有的人说走就走了 永远都见不到了 想起来都不是滋味 唯有一次次祈祷 一辈子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不要大富大贵 营养身体健康 一个人 拥有健康的身体 要自律 养生好的习惯 吃吃喝喝的场所要少去 别用身体扛着酒精 每天早睡早起 不要熬夜 坚持每天跑一跑 不要偷懒 当你老了 可以见不如飞 从来不要去医院拿药 你的心情一定会很愉快 信心自己活得好 这样的好心情是钱买不到的 俗话说 养儿能防老 但是现实告诉你 儿女真的不能天天陪着你 他们长大了 自顾不暇 哪有时间管你 现在的社会 年轻人奔走四方 也是常事 要是他们去了很远的城市工作 你怎么依靠儿女 还有 儿女想要孝顺你 你还要看儿媳妇和女婿的态度 要看儿女的家庭是否很富有 趁早准备好退休金 起码自己老了 不会因为生活费发愁 要准备一定的存款 不要生病了 就去到处借钱 更不能指望儿女拿很多的钱给你 有钱就是你最大的后路 可以保证后半生一事无忧 七零后从现在开始 还要考虑自己以后的窝 不能够因为帮助儿女 把自己的房子也卖掉了 我的朋友李正在家中学当老师 她的女儿在广州工作 为了落户广州 一家人习心协力 在广州买了房子 李正把县城的房子卖掉了 准备老了和女儿住在一起 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女婿和李正合不来 家庭矛盾很明显 李正常常唉声叹气 退休了就去养老院好了 说起给女儿买房子的事情 就有些后悔 三 人老了只有老伴陪你 少年福气老来伴 人老了你身边的依靠 只有你的老伴 人到中年经历了风风雨雨 度过了半百年华 尝尽了得失成败 体验了人生冷暖 别人都说我们成熟了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所谓的成熟只是我们老了 不敢再去折腾 不敢再去冒险 因为我们的牵挂多了 顾虑多了 余生我们该如何度过 细思良不尽极恐 父母逐渐衰老 肯定向我们而走 孩子即将成家 也将渐行渐远 当你老了退休了 身体也走下坡路了 老伴会照顾你 或者说两个人相互照顾 不管谁生病了 起码相互之间有个照应 久病床前无孝子 儿女有难处啊 你怎么能不理解他们呢 此生能够不离不细陪你的 我有我们的老伴 小旭席事的王大爷 年轻的时候和矮人吵架 后来因为自己赌博 说光了家产 两口子就离婚了 现在 王大爷住在一间车库里 儿女很爽来看他 他离婚后也没有成家 日子过得很艰难 上个月下雨天摔了一跤 一拳一拐 走着去买菜 真的是可怜兮兮的 这样的人生才是晚景气凉 真的要担心 人老了 也许彼此间仍有争吵 也许彼此间仍有磕半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 别样的幸福 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我生病了 有人毫无怨言地照顾你 这个人就是你的老伴 随着岁月的流逝 爱情早已逐渐变老 成为越来越纯的老酒 老伴就是变老之后的爱情酒 越老越香 老伴也是我们生命中最亲的人 是唯一能够一辈子爱你的人 好好珍惜老伴 此生你才能幸福 好好珍惜老伴 此生你才能圆满 既然是老伴 就要互相陪伴 互相陪伴就需要有一个好身体 我们必须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于是不要乱发脾气 身体好 该糊涂时装糊涂 身体好 心胸宽广一点 身体好 做人乐观一点 身体好 饮食清淡一点 身体好 睡眠自然一点 身体好 多多锻炼一点 身体好 操心操得少点 总之 人到中年 一切虽缘 不强求 不执着 顺其自然 多陪陪家人 多陪陪老伴 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四 如果老了 就回乡下吧 亲历后的人 大部分出生在乡下 那么对乡下的记忆很深刻 小时候 在乡下过苦日子 但是很自由 童年的去世很多 下河摸虾 捉鱼 到山上采野果 砍柴 帮助父母插秧 挖土 放牛 门口的空地上 可以跳皮筋 下围棋 很多的画面 感觉就是昨天的事情 在骨子里 每个人都期待 野落归根 乡下才是自己的根啊 很多人 觉得乡下的房子 已经没有了价值了 懒得管了 甚至已经倒塌了 但是也有人 修好了乡下的房子 还有人盖了新房子 其实 在乡下留两间房子 不要太豪华 就可以了 真的想家乡了 就去住一段时间 或者长期在乡下住下来 等我们都老了 就去乡下吧 门口种花 午后种菜 山坡上种桃树 每天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鲜心意志的生活 让自己的晚年 会更加幸福 抛开城市的繁华 也丢掉了所有的烦恼 这样的晚年生活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草木一秋 人生一世 亲年后的人 人生何去何从 一路走来不容易 不简单 都要靠自己 以后的路 多苦多难 还是靠自己 人到中年 要学会往远处看 上半生拼命 下半生息命 多关心自己 避免晚景凄凉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你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 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